威尼斯蓝蟹泛滥成灾 政府呼吁让大家赶紧吃 意大利华人接消息 一听到吃螃蟹 街友们可能要流口水了 然而美味的螃蟹却在意大利泛滥成灾 让威尼斯卡奥来的渔民十分的头疼 这是一种学名叫Colinitis separatus的蓝蟹 原产于大西洋沿岸 后来又入侵至地中海 它是杂食性动物 以虾 银鱼 墨鱼 鲁鱼 隔离和一备为食 繁殖又快 对本地物种构成了严重威胁 同时还会对渔民的渔网 和当地渔苗的海藻床造成重大破坏 威尼斯蟹湖水域的渔民世代以捕鱼为生 大规模的填海行为之后 很多蟹湖已经不受潮汐起落的影响 失去了得天独厚的捕鱼条件 而蓝蟹的入侵更是加剧了 这本就艰难的捕鱼环境 蟹湖500个渔民家庭 正在经历这个世纪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根据威尼斯自然博物馆的介绍 这些蟹苗 可能是在1980年代随着黑货船一起到来 它们经过的地方都造成了鱼类的显著减少 2000年出现在波罗的海 2005年出现在了克罗地亚海岸 2016年8月期间 该物种大量出现在了威尼斯海岸的附近 最后它们随着潮水来到了蟹湖 解决蓝蟹最好的方法就是吃 卡奥莱斯市长宣布 将于本月对卡奥莱的捕鱼行业进行干预 同意渔民向市场售卖这种蓝蟹 目前这种蓝蟹价格也不贵 大多都在12欧元公斤上下 有趣的是蓝蟹的烹饪食谱 可以在意大利各个美食网站上找到 所以 皆有能嘴馋的话 不妨一起为威尼斯的蟹壶分分忧吧